谢谢ISEC 各位好 大家有没有失望吗 通常我第一句就要问大家有没有失望 因为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跟电台的样子不同了 有没有人认错我是电台那个 举手来看看 一定有的 没有的只有一个 我每次都会弄出这张照片 先看清楚 这个不是我 如果你因为电台吸引你来 真的很对不起 可能会令你失望 但不会令你没胃口吃东西 其实我的名字叫何嘉丽 我刚才很感谢ISEC 他说原来你们今次是一个逆转人生最后一个的talk 这个名字很好 我下一次讲到我一定要用逆转人生的一个名字 其实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正如刚才所说的 生命有你变得更美 我和电台的何嘉丽是否差很远 我年轻很多 不是 说笑而已 真是真的 我读书已经听他的节目 在几年前我们也上过他的节目 因为他曾经公开去找何嘉丽 最后才找到我 那我们真的是何嘉丽 当何嘉丽遇上何嘉丽的时候 会是怎样呢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节目 很开心的 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刚才ISEC就说 以前我是一位艺人 现在是一位传道人 但是其实中间呢 我也曾经是一位警察 大家知不知道 哦 拍戏就是婚女 但是我现实也是一个警察 同时我也曾经做过生意 是一个生意人 我刚才也介绍 我虽然没有做过电台 但是我也曾经是一个传媒人 不过就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的电台和电视 我是做了差不多十年的节目 那所以呢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 真的会认错了 我是和电台的 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因为事实上 我们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在电台里面做过的事情 这个大概就是我的简介了 那我其实呢 在中间移民了十年去加拿大 所以很多人都问 为什么拍拍戏 不见了你的 那其实就是 因为转移了我的地方 就是去另一个地方 但是也都因为我去到加拿大 我又很感恩 在那里呢 除了有工作做事之外 我也都参加了很多义工 例如书名会 或者其他的团体 例如一些智障人士去做义工 以至到呢 是扩阔了我很多人生的空间 同时呢 也都在那时候开始呢 就可以进修很多不同的课程 无论营养啊 健康啊 神学课程啊 以至到我回来香港之后呢 虽然开了几年餐厅 但是呢 也都继续了我自己的进修 以至到今天呢 能够在教会里面全职服侍呢 其实都不是我安排的 大家看到我做过这么多工 我又想问问大家 现在你这份工呢 是你第几份工呢 会不会是第三份工以上呢 举手看一下先 咦 都有啊 哇 都不是很多 那就是说 其他没有举手的 是你这些 三份工以下 你就做到现在 这么长情啊 我看你们年纪都不轻的啊 哈哈 你这份工是不是已经做了 差不多五年以上的了 哇 你们真的很长情了 那你看到我做了很多份工 那你说我是不是很花心呢 那其实很有趣的 我觉得人生里面 无论你做多少份工都好 你总是有一些原因要转工 并且你在不同的工作范畴里面 你必定也有些经历和挑战 以至到你很想 无论你是继续留在这儿做 还是转工 你都很想自己的人生会更精彩 或者是更不同的 那我介绍一下 哎呀 对不起 你们好像可能看不到 那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呢 就是拍过这些不同的戏 近来看回刑事偵緝档案 是不是 九六年开始拍的了 刚刚拍完这一套 我再拍了一号王庭五呢 我就移民走了 那我什么时候出道呢 大家看到了 一九八七年我已经拍的了 有没有看过《新宅师兄1988》啊 那你就会猜到 八七年是我第一套 你放心 那你猜到我大概的年纪是多大的了 你不需要猜了 我仍然很小的 我经常都说 我的年纪和我的外表 是要开始成反比了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呢 是因为我信仰 我生命有主 上帝给我的 好了 今天介绍了我自己呢 上面看到了 每一个人呢 进去娱乐圈都会有一个目的 和梦想的 我也不例外 那时候我真的刚刚 读完书 读完商科 都不知道找什么做好 曾经考过警察 曾经考过旅警 不过 进不了 因为我太小了 太斯文 所以那个警察就说 我讨论之后 他说 不如你去考艺人训练班 好过去考旅警 那我跟着 他读了一些课程 在课程里面 认识了 毅炳郎先生 是一个电台的总监 那时候 他就鼓励我去考 选电视小姐 就是刚才那一幅 有没有看过电视小姐 有啊 你又暴露了你的年纪 哈哈哈哈 大家不要看过 不要紧要 因为只有一届 只有一届之后 就没有了 所以你不知道 是不出奇的 那我就进了娱乐圈工作 那其实在娱乐圈里面 自己也算很幸运 刚才看到的那些 全部是有角色不得止 都有一些 纪线纪线 我们也有分 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角色 我当时已经是有线的了 有线的角色 1987年那部 那部电视只有两个女主角 我就是其中一位 另外一个就是邓瑞文 其实那时候 都挺幸运 入到娱乐圈工作 好像人家觉得我挺好的 但是我进去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最主要有份工 养得起自己 因为当时 其实爸爸妈妈在很早 我妹妹读中三的时候 被爸爸已经赶出了门口 赶离家 离家出走了 没有回来 妈妈和弟弟在我读中四的时候 也离开了这个家庭 因为爸爸是一个比较严肃 性格比较暴躁的人 只剩下我和爸爸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妈说我像爸爸 无论性格和我的样子都像爸爸 所以她很恨我 她不喜欢我 从小到大 当爸爸对她不好 她就把她的情绪发泄在我身上 所以很顺利成章 妹妹走了 到中四 妈妈就带了弟弟 离开这个家庭 直到我和爸爸住 住到什么时候呢 我爸爸说我读完书了 她说她的责任完了 她也走了 所以只剩下我一个人 在屋村住的时候 我要养活我自己 我唯一就是 一定要尽快找一份工作 以致我为什么 初初我去考旅景 因为政府工作 政府工作 那时候是很稳定的 不过考不了 很奇妙地 就进入了娱乐圈工作 所以在娱乐圈那几年 开头那几年 其实我做得很不开心 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成长 我不太懂得和别人沟通 我和别人很无意中 建立了一幅很厚和很高的墙 有没有看《义不容情》 《义不容情》 算是我当时最多人认识的 但其实我在拍剧的过程 那时还流行托托机 在那时我和这个家庭没什么关系 轮到我埋位的时候 我就是一家人 离开了镜头以外 我就自己走开了 不知道去哪里了 他需要找我的时候 只是用call机找我 我们拍了四十集 不知道四十集还是六十集 我都不记得了 我是一次都没有和他们一起吃饭的 所以到最后 梁思浩、黄又驾 他们都问 怀疑我是否有病 就是传染病 不可以和别人吃饭 因为我是在镜头前和镜头后 是两个样子 你可以估计到 他们觉得我很困难 很难服侍幕后的更加 但对我来说 是因为我不懂得和他们沟通 当自己的家庭 从小到大环境成长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又不懂在这个娱乐圈 去说什么话题 他们说的那些我完全 说笑或者讽刺的东西 我完全不懂 我只是看到这个娱乐圈 是很现实的 可以对着你笑 口气的背后 就放你毒蛇 我都被人摸过很多次 但其实我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只知道这个圈是这样的 以至到我根本 就算有很多机会 让我拍戏 做很多角色 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开心 我只知道我是为生活 而当时我最难受的 时刻是什么时候呢 过时过节 还有我不舒服 病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是拍戏 拍到天分地暗 没有什么时间睡觉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生病 而且过时过节是最孤单的 我们家里连初一都不会见 可以说就是已经散了 那我什么时候有改变呢 我生命什么时候开始 那个样子开始变得漂亮呢 就是1989年 我那时候是拍《二不容情》的《尾声》 再拍《天涯歌女》 是搭着一起拍 有人就邀请我去 郭培里报道会 我有去的 我也有出去的 因为整个大球场 哇 你觉得很虚陷 人出我就出了 你说我是不是那时候信耶稣呢 我觉得是的 因为郭培里 他说浪子回头的故事 我一听到我就觉得 我很想花旗 就出去了 因为太忙了 又忙于拍剧 没有了一件事 直到八九年底 几个月后 艺人之家邀请我去 他们的五周年 我又觉得 他其实已经邀请了我很多次 我每次都推他 那个艺人 最后我都去了这个艺人之家 也最后因为这样 我又留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 乔宏叔和乔太太在这里 我一去到 他就欢迎我的动作 就是抱着我 这个抱的动作 就让我 由那时候开始 就回家人之家了 因为由小到大 我家里不会抱我 碰都不会碰 出街街 我都会当失路 因为没有人拖我 迷失点 走走走走 不见了父母 然后他们就到处找我 找了我之后 就骂到我飞起 说我不跟着 你们不拖着我 我跟着我 跟着我 跟着不着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拥抱 我就在羊之家道 厥自信耶稣 当时我们的家目 是讲国语的 我一句国语都不会听 但是很奇妙 我很相信那次 就是上帝跟我说话 他说神是爱 他说神的爱 就好像爸爸 把最好的东西 我现在演绎出来 他是讲国语的 把最好的东西 给子女一样 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 是叫我们 跟人和好 跟神和好 跟自己和好 其实牧师说了一大篇 我只听到这一部分 我就相信耶稣了 因为当时 我直接感受到 我不知道什么叫爱 我也感受不到 什么叫爸爸 把最好的东西给子女 我也感受不到 我怎么可以 跟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就是因为这样 我就决志信主 在信耶稣之后 我很感恩 当时有几位的艺人 都带着我 例如是秀兰 胡美仪 黄海恩 摩姐 无信君小姐 我们其实是一个小组 一直带着我 祈祷 查圣经 去不同的报道会 在那段时间 我重新的 透过圣经的教导 我要教对我是一个 怎样的人 神是爱 我一直跟神祈祷 我很想和我的家人复和 很有趣 就是不知怎样 有一种勇气 当时刚刚妹妹 中三走了 她去澳门工作 她要回来香港 她回来香港 就要让她住 那便回来住 那我就 啊 多谢主 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和妹妹和好 大家已经不见了几年了 但谁知道 一起住的时候 我才发觉 我妹妹已经变了 变了一个什么人呢 吃烟喝酒 讲粗口 每晚麻雀不离手 我每晚两点 下班回家三点多 一定会煙霧离漫 一台麻雀 我们没有房子 我们只有床 打通宵 我翌日六点钟 继续要上班 那怎样呢 我还要懂得看圣经 拿一本圣经去騎楼看 因为整个厅都霸了 还好像懒熟灵 求主你帮助我 如何和我妹妹和好 但是我心里就生气 真的想和她吵架死过 是不是 一个礼拜不够 我至少忍不住 跟她吵架 我说你搬回家 不要再在一起住 大家吵架 半夜生间吵架 吵架 吵架之后就睡觉 那天我哭得很紧 自己在床上 我再去祈祷问神 我说主 你为什么呢 我很想和我家人和好 但是为什么搞成这样呢 那段时间 圣经又再不其然地 泛起我在我的露对 她说我只能看到人眼中的刺 但是其实我们眼里也有一条凉木 意思是什么 我们时常都看到 别人有很多不顺眼的地方 但是我自己也有一条凉木 阻止了我自己 我也有很多不顺眼的地方 我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我只是看别人不好的东西 我不可以检讨一下自己 我开始检讨自己 我都不是一个好的姐姐 从小到大 因为大家太疏离了 只有吵架和打架 因为学习父母 不会有一个好的关系 我也不懂得体谅我的父母 我从头到尾都很埋怨我的父母 很没责任感 你生我们来做什么 甚至乎我爸和我妈去签纸的时候 因为我爸爸有第二个家庭 生了孩子 拿不到出生纸 要和我妈去律师楼的时候 他很大声跟我说 我没有跟你结婚的 你的子女是私生女 私生子女 我不用养她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会很埋怨他们 但是我再细心想 其实我爸爸一早 他的父母已经过了身 没有人教 我妈妈是被遗弃的 是我婆婆执她回来养的 她是被收养的 所以我开始体会到 其实他们不是不爱我们 不过他们不懂得爱 以至到我在那支祈祷里面 我跟着走去我妹妹的床边 我真的终于想起 郭培里报道会的浪子的故事 但是我那时候浪子 我觉得我是一个小子 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是小子回头 但那次我走去跟我妹妹 道歉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哥哥的角色 我会不抵抗那小子 做错了这么多事情 你回来这么舒服 我不是比你好很多吗 但是我那次真的知道错 我开始体谅到妹妹在中三的时候 她离开了这个家庭 她去了哪里 她如何自力更生 她在哪里居住 我真的走去她的床边 跟她很真实的 跟她说对不起 也很跟她说 我们是两姐妹 我很想跟她一起 可以好像 人家以前不像两姐妹 我很想跟她们 建立一个姐妹的关系 那一次我每一晚都跟她睡 问她 我说你出去了哪里 睡货车也有 去不同的同学的家 收留她也有 最后她去做酒楼之客也有 去卡拉OK也有 跟着去了做歌星 去澳门唱歌 我看到她比我更惨 游泥浪荡 就是这样我和妹妹 建立了和好的关系 直到今天 也因为这个行动和讨告 我终于明白什么叫爱 爱是要有勇气 爱要付出 爱是要有遥数 所以之后 我真的逐个去和我弟弟道歉 妈妈道歉 我很难找我爸爸 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家庭 但是我仍然 他生日 父亲节 我叫他 叫他 叫他几年 他都不见我 我照叫他 我知道他在哪里做事 在这里上环做事 我等他 终于等到他 我想让爸爸知道 他虽然不理我们 不要我们 但是他也是我爸爸 也是这样 我慢慢和他建立和好的关系 很好 所以我很相信上帝 正经所说的是真的 当你很认真去面对这个信仰 去好好地看圣经的时候 圣经每一句的话 都能够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路向 当我和家人建立和好的关系 很奇妙 我其实也是继续在TVB做事 原来我这样的模型中 和人的一棵墙 我拆了 我都不知道 以前我是一个不理人的人 但是 跟着信了耶稣 和家人和好之后 我回到公司 我都会和每一个人早晨 其实都是微笑点头说早晨的 没有什么 但是我慢慢建立和人的关系 无论是梳化服 即是化妆梳头 服装 即使是厕所的嬸嬸 大家只是这样点头 就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我的朋友也越来越多 以至让我看到 原来 刚才我不是说 我信耶稣的时候 我是因为牧师这段说话 我信耶稣 但是上帝真的让我经历到 什么叫做爱 主耶稣如何让我们 跟神和好 跟人和好 跟自己和好 并且 我真的感受到 天父 他真的很疼我 为什么呢 因为 《刑事征证》档案第一集 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 已经在一间 香港基督徒音乐协会里面 同时间做事的 全时间做事 因为我觉得 我虽然是一位矮人 但是 在上帝的眼中 我只不过是一个 他爱惜的女 在人的眼中 虽然看我是艺人 但其实我们是一个普通人 我很怕别人再认识 我不是一个艺人 是一个基督徒的艺人 所以我就 尝试出去 做不同的事情 甚至乎 然后呢 我有一次去这样讲见证 就有一个女士来跟我说 她说 《何嘉丽,我见你做旅景》 做得很好 好似 我就跟她说 我其实我的志愿 是想做一个旅景 不过我考不了 她说你考到的 她说现在可以去考附境 没有年龄限制 你试试去吧 然后我问 我可以吗 你可以 她就是说了 你可以 我就去 我从小到大没试过 有人鼓励我说我可以 只是说我没用 我愚蠢而已 她说我可以 我好 主要我就去试 我不试就一定不行 但我试了不行 起码我试过 是不是 那我就去考了 你知不知道 我那时候 运动是零的 那时候考附境 除了体能之外 就是做引体上升 就是掌上压 要做十五还是二十下之外 是要跑六个大球场 二千四米 不是你喜欢慢慢跑 是有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跑 所以我那时候就练跑步 你知道 考证副工几个月 我就用那几个月 不断去练跑步 不断去练跑步 不断去练体能 最后 入到学堂的时候 我是女警最好体能的一个 所以我感谢主 不是我厉害 我感谢主 他真的给我一个 因为有人鼓励我 所以我就要坚持 不得是因为自己没有尝试 是因为你一定要付出你的努力 也不代表一定行 但是上帝就是让我这样 去练习我自己的毅力 和信心 所以当我进了去 学警察 做副警察之后 我守弯仔 不是中弯 弯仔是一个大环头 我看到很多东西 学到很多东西 最首先学就是学 discipline 我有一位旧同事 我们都知道 做艺人是整天都迟到的 说六点通告 七点才到 九点中埋位 十二点都未见 那钟才叫没有迟到 你十五分钟 你已经开始踩界 要罚了 我是这样 在这个行业 我重新建立了 我什么叫discipline 除了尊重自己 其实是在尊重别人 在里面 我训练了很多东西 我试过有一次手销 虽然我有很多困难 我不说了 因为是时间关系 我的困难就是 很多警员不喜欢跟我拍 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偷拍 我去问人查身份证 那个人不给身份证 我不止在看 偷拍 好像没有什么专业 那时候我是警察 是不是 然后你知道 你有没有在街上 我经常看到警察走一路 他们是有地方 是有自己的地方 需要休息的时候 就是叫机器出来才做事 不然目标很大 很多贼就这样打死他 那他们有一些管理处 或者一些地方 需要休息的时候 是不能带我去的 因为那些人走着 跟着 看看我去哪里的时候 他们就去不了 他要休息的地方 所以很多滞爪 最后我怎样 我是要跟正规 坐MP 卡 去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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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个身份证来 走 那些不用面对面 我后来做了那些 查牌 去酒吧查牌 去酒楼 查酒牌 我又学到很多东西 我又试过手售 就是我们在湾仔转 去跑马地 有些 我就看到有一个女士 比你们漂亮很多 穿了一些 套装 红色的 然后有一个男士 穿了西装 骨骨 拿着公示包 坐在里面 我就多口问 那些师兄 两个时空 他们犯了什么事 她说 男的非礼 女的高卖 哇 吓死我 你这样看不觉的 那就让我看到 嗯 其实我们人看什么 人靠衣装看外表 但上帝 是看我们内心 所以就更加让我看到 千万不要 以为我们在外面 做一些事情 上帝不知道 以为不知道 始终你要付上 你自己的代价 在两年景缘的生涯 对不起 介绍一下 我的先生 就在那里认识 都要介绍一下 本来我是一个 对婚姻完全不信任 甚至信了耶稣也好 我都不太信任 但是上帝 他慢慢改变了我 在那个过程 我认识了我先生 之后 我们就踏上 婚姻之路了 也是因为这样 我就要移民了 刚才有一句 不说了 其实我想让大家知道 其实我是一个很忧虑的人 我想如果在在 是自己靠自己 从小到大 要靠自己人 是一个很忧虑 很忧虑 明天不知怎样 因为我试过有一年 我就在TVB做 我只剩八百元一个月 怎么捱 怎么过 吃什么 可以一个月里面 吃八百元 所以我是一个非常忧虑 而且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但是上帝慢慢建立了我 就是一个知道 如何依靠上帝 一步一步地跟着他走 所以去到加拿大 结婚 因为我老爷奶奶在那边 所以我们就觉得 是需要过去的 最伤心的是我妈 因为我和我妈 本来是相依为名的 当她知道我结婚的时候 哭得最厉害的 她还要移民 所以我妈在那时开始有depression 其实可能之前也有不觉 那时开始有 到现在 就是有一些情绪 不太好 我在她面前也不敢说 但是我到了 我很感恩 看到谁拖我去教堂 是的 这是我一个很感恩 爸爸把最好的东西给子女 那时候我爸爸 没有可能拖我去教堂 也不是我邀请乔宏的 12月12日结婚 去到加拿大 乔宏 那时候他移民了去西亚图 他告诉我 家家 12月12日有人请我去多伦多 晚上聚会 我下午拿一套铁斯图来 拖你入教堂 我们做你的分娩 这是上帝为我预备 所以我看到上帝 真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子女 他给我一个熟灵的爸爸 很多艺人之家的姐妹很羡慕我 可以有乔宏的拖我 这是上帝为我预备 所以我很感恩 上帝既然已经是我天上的爸爸 我还怕什么呢 我去到加拿大 我一点都不怕 虽然我试过 我有开车 我每晚花旗都会堵塞路 如果你们去过外国 就是条条路一样的 每间屋都一样的 我去完聚会回家 我去回家 我告诉老公 我正回来了 其实教会来家是十分钟的 我整个小时都没回到去 你去哪里 我说我在村口 我说什么村口 在哪里 我说我不知道 我总之都会堵塞路 然后就站着 看到他在马路 你去哪里 他很紧张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去哪里 但我没有害怕 我只知道我去哪里都好 我都会回家 因为上帝和我在一起 上帝也为我预备 我在那里 我在《恩语知声》里服侍 也在商营的电台和电视台 是他们找我 在那里工作 我就是由那时开始 加入电台的行业 我说过了 电视艺人什么都不用理 穿衣服 化妆全部都不用理 稿都不用理 但是做传媒人 是什么都要理 音乐 你选音乐 一个主题 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做 哇 我觉得 如果我不是因为 之前有人跟我说 我可以 我去试过 去坚持我自己的努力 我想我去到 我也不知道怎么好 什么我都不懂 人也不懂 我开车的地方也不懂 连做传媒我都不懂 不过我感谢主 他就是这样 又在那里磨练了我自己 以至到 很快我就跟了 书名会其实邀请我 去做一些爱心大事 年年我都会和他去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那里 去探讨一些小朋友 让我更加去体会到 对不起 更加去体会到 我们非常非常幸福 我吃完一个苹果 定 没得放的 那里放山野嶺 他说你到处就能扔 这样就扔了 这样就扔了 一只鸡和一只狗 来抢苹果定 我还没见过 那只鸡吃苹果 那只狗 我以为它死了 因为它已经瘦到 就是那个样子 我以为它快要等死那些 哇 很害怕 我真的看到 它们原来是穷到这样 我这些瓶 它留回我来 去河那里拔 法布膠盒 都是留回 给它吃 有肉 它盖着肉 不吃 留回全家人 回来才吃 我就看到 原来我们幸福得不得了 所以当我去完 几年之后 我就开始 改变我的生活习惯 小食欲 和好环保 不过是环保到 现在被我老公罵了 那些盒子 那些月饼盒 什么盒 我都留回它 我说你不要像我妻子 但我都扔了 所以我用来装东西 你要找什么 我用卡 有人送一些谢谢卡 我都扔进去 那便有盒子 他们是很宝贵的 所以 让我看到 其实 我们的生命 不需要有什么 当我们的生命 如果有和我的天父 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 穿什么 吃什么 你猜它不为你预备吗 我去第三世界国家 问他们 你们什么都没有 为何生这么多小朋友 他说 因为这个就是上天给他们的产业 他除了这些之外 就没有了 而且有些小朋友 因为养不大 所以他们不断要生 希望有一个可以养大 就是这样 但我们很丰富 我现在 我没有给你们看我住的什么屋 我以前住在加拿大 二千多尺屋 好了 我老公回来先回来 住小的屋 都有二千尺 你知道现在我住什么屋 我住一些 你会看古装 雅顶那些 漏水那些 尖顶屋 我都想不到 现在香港没有的了 我们这些 真的很难得才能找到这间屋 我好好喜欢 这个是我dream home 虽然有白矮 虽然狗不狗 都飞回来 都会吓死我 真的很害怕 冲一下 梁女 拿一条毛巾 还有几只蟑螂 还要很大 很害怕 我也很害怕 大声喊 我试过 厨房 然后我就拿半瓶 那些烧虫水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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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然后我老公回来骂我 你知道吗 厨房有很多食物 我看到 incluso摸一下 海洋 它愿意 大家都在掠招 然后玉璃 他愿意 我乱包 他令人难免 他的愿意 在乎平静安穩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在每个我的人生阶段里面 都有不同的圣经的说话提醒我 就正如我刚才一天一天灯出来的那些 但在我现在的人生阶段 我只知道 没有什么是一条命那么重要 我这件衣服都穿了十几年 所以让我看到 重要的是关系 所以我老公要回来开餐厅 我就顺其意回来开餐厅 我要快点了 因为我知道你们快要走了 我还想有一条影片播给你们看 这个就是我现在人生里面 对不起 身心灵 因为我有读一些健康的营养 我就知道 我要重新学习面对 不是面对自己有多厉害 是面对自己不够那样东西 你想自己有进步 麻烦 好好地去知道自己的弱点是什么 还有欣赏自己的优点 同时每个人一定有好又不好 接纳自己很重要 当你懂得接纳自己 你就会懂得接纳别人 当你懂得去爱自己 你很自然 你就会懂得了解别人的需要 去爱对方 所以由今天 我继续有做一些访问 彭嘉丽的出称 他认错了 又是一个名字 他又说以前又认错了 他是我 我现在仍然都是上帝 给我有很多机会 去和一些艺人一起成长 在这里和艺人 但是我想最大告诉大家 人生最大的宝藏 就是爱 我们大家仍仍逸逸 天天上班 餵两餐 是重要 但是千万不要缺乏这个爱 人生最大的礼物 令到你真正的喜乐 是你有瑤树的心 这是我家 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家已经少了一个 对不起 少了两个人 我想播放一条片 我妹妹 看看 我妹妹是一个癌症病人 十几年前 但是 我刚才说过她是什么人 食烟喝酒 讲粗口 她是除了喝酒改了之外 她食烟讲粗口是没有改的 十几年 癌症 她是由乳癌 接着到骨癌 十几年 都没有改的 在去年 她终于肝癌 去到最后 对不起 等一下 我的歌曲会有她的照片 就离开了世界了 不过离开世界之前 我跟她传福音 她信了耶稣 而在她离开世界的两个礼拜之前 我拍了这一条片 我很想和大家分享 一百人的遗书 稍后再看回这里 《遗书》 是人离世之前留下的最后说话 中国人说 人知将死 奇言也善 每个人在执笔的一刻 思水万千 万语千言 有喜有悲 有德有失 有始有终 人生本事如此 今天我终于给天父接回家 享福了 在我的一生之中 过得最满足 最灿烂的日子 就是有天父跟我一起走 令我找回生命的真体 和方向感 很喜欢圣经这句说话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当我生命有了这位神 和我一起的一刻开始 我就好像一个小朋友 返回天父的身边 开心得不得了 临走之前 我很想跟我的朋友 家人道别 很想 我曾经过往得罪过的人 跟他说 对不起 很想跟我的好朋友 好姐妹 跟你们说 多谢 很想跟我的家人 我的老公 跟你们说 很感激 你们对我的爱 我都很爱 很爱你们 再见了 我们将来天家一见 天父的女儿 嘉丽 我自己在娱乐圈十几年 拍很多的剧集 还有刚刚出来的角色都挺好的 不过那时就自己真的不懂珍惜了 我经常摆起我面 无形中捉了一盆墙在中间 以前的爱 其实是一个很自卑 很没有安全感 很奋世窒足的 因为 爸爸妈妈 他在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分开 离开了这个家 我们就要自力更生 找爱 找家庭的感觉 找温暖的关系 但是好像 找也找不到 不过我很感恩 就是当我生命有了这位上帝 我就发觉 原来 人生是可以很精彩 这个爸爸 比我地上的爸爸 他的爱更完全 灵堂里面选四个字 我会选安然回家 因为我很知道 上帝已经接了我回家 我很期待哪一个来呢 我很期待我爸爸可以来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我爸爸了 在我的结婚的时候 他没有来到 所以我很希望 在我人生在世 最后的 宴回当中 我会留一张椅子 希望我爸爸可以来 我想亲身跟他说 爸爸我依然很爱他 我来的时候 都什么都没有 我走的 为什么一定要陪葬呢 不过 我最后都选了这本圣经 我在里面 我是重新 去建立一个健康的人生观 同时这本圣经 因为是我老公送给我的 有他写了一些字给我 信了耶稣之后的我 不一定 仍然留在娱乐圈 上帝的计划很有趣 我的旅程不单单 就是在娱乐圈里面工作 然后我就加入了附境 因为移民 我去到加拿大 又在那里的中文电台 和电视台 又让我继续我的工作 几年前 我在读神学 以前我很想人们认识我 是一个艺人 当我信了耶稣 我生命有主之后 我很想人们认识我 是一个基督徒 人们认不认得我 是不重要 但是如果你认识我 是一个基督徒 是有上帝生命的人 我觉得这个身份 更重要 可是我觉得你很好的 是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很多个大物性 如果在那里的这样子 我觉得你很会变得很大 很好 我还是有在这边 真的要听我的心 她給了我一個慎積 我真的可以跟我爸爸說我愛她 不過是一個很特別的時刻 就是當我妹妹離開了這個世界 她八月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九月尾 搞定她所有的身後事的時候 其實我拍這段影片 是剛剛妹妹已經到了尾聲 一個多星期的時候 當然現在我說就知道她是尾聲 那時候我不知道 我每天都要去照顧她 所以我也不怎麼化妝 我也隨便去做完 我就馬上要回去照顧她 她走了之後 其實有人問過我 會不會通知你爸爸 但因為我和爸爸已經失去了聯絡 找不到她 我只是放在心裏 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很希望可以見到爸爸 當我十月 搞定妹妹的事情 我去教會服侍 在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二十日去我爸爸生日 二十一日有一個人打給我 他說你是不是什麼名的女兒 他說你爸爸因為自殺 他有晚期病 癌症 現在在醫院 你們願意來見他嗎 我媽其實生氣了我爸爸很多年 說了不見他 說了跟他脫離任何關係 在這樣的光景 第二天我和媽媽去到醫院 一會兒你會看到 我想那一首歌我不唱 我給大家看 媽媽最後我們去到醫院 我爸爸捉著我媽對手 跟她說對不起 真的好像演戲一樣 我媽媽說 我爸爸說 他說他很內疚 這樣對我們 不要我們 但竟然 今天我和我媽去看他 我有駕駛電單車 我妹妹 我們家人 每個人都送他 中間那個就是我爸爸 很有趣 認識我的朋友 甚至乎拍攝這段影片的導演 我告訴他 我說兩個月後 我竟然見到我爸爸 他說上帝聽了你的祈禱 是不是神跡 在這樣的環境 碰到爸爸 爸爸兩次自殺 他說三年前自殺 那一次 因為原來 我爸爸很有錢 住半山 有車有樓有屋 有屋有工人 兩個 一毫子沒有給過我們 他被第三個老婆 騙了他的錢 他自己一個人住 三年前 他所以自殺 他開始想運回我們 一直都找不到 但最後第二次自殺 就是因為他確診自己有胃癌 只剩下幾個月的命 所以他跳海自殺 第一次他吃過藥物 死不去 第二次跳海又死不去 當他看到我們的時候 我也覺得奇怪 他原來是有一個 老人科的護士長 聽完他的故事 他真的幫他 上網找恩雨之星 因為他記得我在恩雨做過 但在加拿大 不是香港 他真的去恩雨找我 但現在恩雨的人不認識我 因為我很久之前 但恩雨很好 他留下了我的電話 再問一些比較長的 他們終於找到我 是這樣的找到我 所以就和爸爸 就這樣一起回 我們十月二十二日 見到爸爸 他在十二月頭 就離開了 在這個過程 我好急 因為妹妹信了耶穌 我一見到爸爸 看到我媽媽 我就問 老爸 你是否肯定信耶穌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我肯定 他說因為我死過兩次 都死不去 是你的神保佑 我一定要見你們 就是這麼簡單 上帝的計劃很奇妙 今天應該要唱歌 這首歌就是《活出愛》 我就不唱了 因為時間有限 但我只是想讓大家知道 上帝不只是在我的 在每一個人的生命裡 都有一個計劃 我不知道你們已經認識了主沒有 或者你是否真的和上帝 你當是一個需要求祂 你不需要把祂的一位神 但是你認真把這個生命交給上帝 我可以認真告訴你 你必定沒有缺乏 因為這位愛我們的天父 一定會牽著我們 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步 我妹妹很難相信耶穌 我三次跟祂傳福音 有很多阻礙 第一次在醫院 阿嬸當然是走過來 第三次我媽媽 你不要跟祂這樣說 因為我要跟祂說生命在倒數 我媽媽 祂會好回去 我簡直跟我媽媽說 你不要再說話 可不可以讓我先說 因為我一定要爭取時間 我和我妹妹說 我妹妹都不肯相信她 她說我都未見過耶穌 但是我跟她說 我看見她姐姐的改變 我以前跟她關係差得不得了 拿著菜刀斬都試過 但是我說 為什麼我們可以這麼好 他見到我和我老公 他見到 我說地上的爸爸趕你走 我說天上的爸爸 拿著鑰匙等著你回去 所以最後我妹妹 她骨验走應該是很痛 但是我跟她做了一個祈禱 我說你自己祈禱 求天父讓你不要那麼痛 求天父讓你慢慢地 讓天父接你回去 我們一家人跟她說 goodbye 個別跟我妹妹說 goodbye 她一直沒有痛過 她還很精神 還說我們不讓她喝汽水 我看到上帝的恩典真的很好 她讓我妹妹一個骨癌的病人 她沒有痛而離開 還是我們一邊看著她 一邊看著她 慢慢睡覺 呼了兩口氣 安然回家 所以 當我見到我爸爸的時候 其實我很努力 只是這麼短的時間 我要面對兩個親人離世 還有我爸爸剛才見到我 我也很想 我跟我爸爸說 我很想照顧她 但是連這個機會已經沒有 但是我爸爸在最後 我不知道 現在說回來就知道她離開了 第二天 很奇妙 她那天跟我說 她說家麗很感謝你 因為我初初都懷疑 她是否真的相信耶穌 就這樣說 那句你說信就信 但是她那天無故地跟我說 她很感謝你 我知道她相信 因為我爸爸有錢 習慣 我習慣 被人照顧習慣 但是她那天 無緣無故地跟我說 我真的抱著她 我說 老爸 我說你乖 我說如果你要康復 我一定會照顧你的 不過很可惜她第二天 就是這樣離開了世界 但是我很相信 這樣也是好的 因為她辛苦到已經吃不到東西 她可以回到天家 我看到 上帝給我的 真的很好 我從小到大都很想祈禱 如果我一家人和和氣氣 可以一家人不要再有紛爭就好了 但是 在最後是可以的 在爸爸離開之前 我們家裡終於和好了 所以我看到 上帝是一位 不會落空她的 應許的愛我們的天父 所以今天很對不起 可能會被你很沉重 但是我也很想 一個很現實的讓你知道 我們人生 現在真的在倒數 不過在倒數的過程 你如何享用你自己的生命 享用你自己的時間 你的時間究竟還投放在哪裏呢 我都想這個留待你們自己去選擇 所以很對不起 可能會令到你們很 好什麼 但是 最後都很想 將上帝的恩典和愛 切福給你們 希望你們都能夠珍惜好 我們現在在世 上帝給我們好的東西 不要再為不好 或者得不到的東西 而一直覺得沒有理由 對自己不公平 不是 上帝必然將最好的 給我們每一個人 適合你的 就已經送了給你 好好去享受上帝給你的一切 願一切的榮耀眾賺 歸如天上的福